地板拆了之後 因為以前這種架高地板都會釘釘子 地板拆了之後底下磁磚是破的 奇怪怎麼兩邊好像有點高度不太一樣 應該是一樣的吧 是我的錯覺嗎 為什麼 兩磁磚也真的不一樣 這樣收納就會比現在至少多1.5倍 多1.5倍以上 大家好 我是紅杰設計的設計總監張一德 今天這個案子是應該大概有六七年前的一個客人 他當時小孩子還小 然後東西需求還沒那麼多 因為他房間是買現成家具很亂 然後現在小孩長大東西越來越多的情況下 他終於下定決心要規劃他的房間了 因為兩個小孩分房間 所以現在必須要把兩個房間做一個完整的規劃 要有自己小孩的生活機能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要過來幫他做整個房間的規劃 然後依照他的需求 整個空間再做一個重新的設計這樣子 裝窗型我們還是要做 我們家都是窗型 那就裝窗型冷氣就對了這樣 所以我就做清格間然後裝窗型冷氣 然後要有房間的收納 衣櫃書櫃書桌嘛對不對 然後床的話如果能收納是最好 能夠把它做收納 樓板高大概200 200 奇怪怎麼兩邊好像有點高度不太一樣 應該是一樣的吧 是我的錯覺嗎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高度好像有點不一樣 看一下 3.015 3次測量2.7 2.9 2.75 3次測量2.6 2.6 3 2.75 12公分 差不多 才2.75 2.75 難怪你坐上面那個空間會很小 對啊 就覺得上面很 很壓迫 所以你講的半高床是像這樣的高度嗎 是類似差不多這樣的高度 可是裡面收納就沒有那麼好收納 裡面的空間會很深喔 你要爬進去拿可以嘛 但它可以是這種 可是這麼高你要做抽屜它放中放中的東西會比較容易會晃 會晃動 對 就是你使用的時候會先提醒你它會晃 會有點晃動 因為太高了 對 除非你做矮的矮的大概到一半的高度 那做成抽屜還可以 而且你要記得一件事說 你要這樣拉出來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床那麼深你要拉出來深度到這麼深 就變成你要留這個動具 對 對 所以你的動具要先要先抓好 這樣才能夠去做好 那有那些其他的什麼方式 有的是做局部局部上限的 就是我這個 一半 我做抽屜 我只要開一半的深度 後面比較少用的 就是一些換季會比較少用 我把床墊拉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打開上限 可以放東西在裡面這樣 也可以啦 不常用對不對 不常用的 對對放裡面這樣子 就是做兩步 對 啊常用的我就 這樣就不用留那麼長的空間 這樣也比較穩 你的抽屜會比較穩 穩定一樣的 對 好 所以你這邊就是有一些舊的東西要拆除 要清運 然後 這些舊家具也要拆除清運 就要清運走就對了這樣子 好 就是整個房間 這兩個地方我們都清空重新規劃這樣子 好 沒問題 因為這種隔間牆一定是現場去 去 它大概施工時間 聚好之後還要油漆粉刷 大概四天的時間 所以會有四天 有人在這邊施工 這邊 這一道跟那一面 它要先做一個清隔間牆 然後清隔間牆你才能夠立那個門框 做好這個木工的部分之後 才能夠上油漆這樣 對 然後這裡面空間我們先規劃好 好 這樣的空間 最好 最好的運用方式是門坐在偏中間 兩側坐櫃子 這樣子會比較 比較可以大的空間 但是我這樣子我就對側捨了 對啊 只想看那你就算 哦 所以我那時候 對 對 門坐中間兩側收納會好收納 可是你門對側捨的問題 欸 對 這是個問題 好吧 我再想想看怎麼弄會比較適合 因為 你這樣 像如果門偏一邊的話 收納就會少掉那個門開的那個動具 而且現在有個小小的問題 地板拆了之後 因為以前這種架高地板都會釘釘子 地板拆了之後 底下磁磚是破的 它會破裂 這種架高地板它一定會下釘子在地上 所以磁磚是破的 所以我拆掉之後 你這個磁磚底下可能會有很多那種釘子的 對 所以可能這個部分 地板可能要 不管是哪種方式 你可能要做一個 鋪色 鋪色的動作 對不對 因為 你不可能為了這個磁磚破洞再挖開來 你也找不到這個磁磚可以鋪了 不可能會找到 所以你只能鋪 類似地板把它蓋掉這樣 對 只能這樣的方式 看樣子你可能拆完之後你房間還需要油漆粉刷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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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之前顏色都比較暗 嗯 是希望怎麼改 比較明亮 對 比較溫暖比較明亮 對 對 對 就是 整個拆掉 從來一遍這樣子 左肩牆會 會到跟何氏鎮一樣 還是說會到門口 再出來一遍 再出來你走道會變很小喔 所以 它會不會 不會 大概差不多到這裡 現在那個鏟子 對啊 我怕你這樣走道會變得超級小的 很壓迫 對 因為現在以後是沒有玻璃 也不會像這樣空的 對 所以它是一道石牆 對 對 對 那可能還是要考慮這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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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281 果然尺寸也真的不一樣 沒有嗎 奇怪 為什麼尺寸會不一樣 櫃子 內外有尺寸有偏差 沒有拆開來 還真的看不出來偏差在哪裡 為什麼會有偏差這樣 對對對 嗯 它差了十幾公分 長度差了大概四五公分 這還好 因為你木頭櫃子擋住 看不太到 它有個厚度 裡面有個厚度 那我們就量這個地板的長度 但是 這個寬度竟然差了十二公分 所以這是讓我覺得 比較妙的地方 使用 單次測量 單點 127 312 726 哎呦 所以我們就是做成一個這樣L型的櫃子 衣櫃 大衣櫃 然後到頂 然後再加上這個床邊櫃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床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風口可能要稍微調一下 不要對著人吹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靠著這邊 然後底下床還是可以收納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有個大的梳桌 然後再加衣櫃 啊中間這個空間就很寬 它出入空間就很大了 就不會像你現在床這樣擺 啊我們把這一段的空隙 留到門口這邊來 這樣你這樣出入就會比較寬敞這樣子 對 啊這樣收納就會比現在至少多 1.5倍 多1.5倍以上 現在是完全沒有什麼收納啊 對啊 而且我們上面這牆壁都浪費了 我是把空間都往上面 對 所以弟弟的房間收納超級多這樣 啊姐姐房間就是要 因為門不能對門嘛 所以你門只能從這邊開這樣子 從這裡開的話 其實 它的床應該也是在這個角落這邊啦 因為冷氣在那邊嘛 所以呢 可能的情況就是 門從那邊開 對 從這邊開我如果是頭朝著 腳朝那裡睡的話 對 對 對床這樣擺 因為這邊沒有壓樑嘛 我可以這樣睡嘛 然後朝著這邊 然後 門打開之後可能會有一個化妝桌 然後這邊可能就一排櫃子 或者是這邊一排櫃子 化妝桌坐在這邊這樣 對 好 我回去先規劃給你這樣子 好 嘿嘿 這個房間 因為它本身有一些舊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在丈量的時候 可能尺寸要稍微 去注意一下 啊因為它牽涉到一些房間格局的一些變動 所以 呃 我們 會在現場 通常會跟客戶溝通 我們大概設計的方向 因為有時候其實 現場溝通的好處是 我們可以現場 依照 實際的狀況 去把現場去做一個放樣的動作給他看 讓他了解說 哦原來我們做好之後大概空間會是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比在圖面上 穿一個 冷冰冰的圖面看起來會比較有感覺 因為畢竟到現場 他人就站在現場 你直接把我們要做的一個方向 去把它整個現場做一個放樣的動作 他會看得比較清楚 也比較有概念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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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